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我是大山強車2的中文版 那昨天我們登入了天空城市喔 真的是驚呆我也 因為真的是超有趣的一張地圖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願望一些空中植物來對他們做一波進行攻擊啦 那昨天給我們小豆豆那個部隊真的是蠻可愛的 我覺得真的很讚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就是 蘆葦的這個戰鬥機跟我們這個洋蔥頭飛行器一定要帶 要不然就是沒有地方可以放你知道嗎 然後有人跟我講說 在天空之城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那個三葉草是被禁用的一個狀態喔 哈哈哈哈 所以是沒辦法用他們直接吹這樣子 鼠包可以自動攻擊殭屍 也可以發動技能對殭屍造成大量的傷害 所以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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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夭壽 太狂了吧 欸 好猛喔 欸他 我們可以開炮了欸 各位 自由開火 好猛好猛 我們的飛船果然也有事情做了 我們的家終於可以幫我們攻擊啦 各位 玩了這麼久 我們的家終於可以攻擊了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好笑喔 太猛了太猛了 這個很厲害捏 喔 炸得好喔炸得好喔 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 又要開始打我們的船了 不要打我們的船 我現在沒錢 這小飛機也是蠻麻煩的就是 哇哇哇 這是什麼好像有點棘手 我們的血量快沒了 先大招一下好了 把他打爛 不然受不了 快快快 哇夭壽 雖然我們現在可以轟 但我覺得對面好像 比較猛一點點欸 加油加油加油 大招 自由開火這邊可以轟比較大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找一些東西來擋一下 天空的東西啊 不然真的是很痛欸 我看到我的船被打我整個心都喊起來了 很恐怖 當野城池被打的時候你都會異常的緊張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會 喪失一些判斷能力之類的 我感覺我們那個欸 天空部隊在 被射擊的時候應該是有強大的 坦克能力 你們看到他在射我們的時候其實 我們那個損失沒有說 就是我們那個就是 前面在防禦的那個天空植物啊感覺好像 也不是那麼的血量很少的感覺有沒有看到 反而是近距離要被吃的時候比較尷尬 快 轟爆轟爆 所以我們前面就是補多一點這個 用天空部隊來去防守一下 感覺讓他射不太死我們欸 為什麼 天空部隊有特別的buff加成是不是 感覺是有 我要隨時開這個砲啊 這大招趕快用啦 不用白不用啦 跟我們玩貓戰一樣有時候都會忘記開貓砲你知道嗎 然後就會打得很辛苦欸 夭壽 欸我覺得這關 這個設計很好欸 我們的家終於可以幫我們做事情啦好不好 喔 太好了 不再只有割草器了 而且這個砲是可以一直開的 然後那個 瞄準器是讓你開大招 然後平常的話他也會射一些 就是那個飛彈過去幫你 所以是很棒的東西好不好 讚讚 太開心啦好不好 是個很棒的一個設計 我喜歡 I like I like 好不好 然後沒問題 我覺得小飛機目前是我覺得最麻煩的一個殭屍 因為他們一直開砲 然後開砲會打我們會很麻煩好不好 但是 我們現在 也會開砲所以沒有關係 陳詞加入戰局 來我們這邊的話就先把這個用起來然後 待會喔因為那個 砲那個是大招 我們就看一下那邊先那個然後我覺得要先把那個 前排部隊先種起來好不好 炭花先種然後要慢慢種一些前排部隊看哪有殭屍就先種了 來這邊 就這隻 盧筍飛機先防守 盧筍飛機先防守 啾啾啾啾 可以可以可以 盧筍射擊 盧筍飛機的話他是能夠那個就是 一起合射附近的 所以這個還算不錯 好然後這個 好然後這個 飛機來啦 飛機來啦 等一下有人在射我們有人在射我們有人在射我們 感覺也是射得很痛耶 夭壽 啊 把我們射掉了 趕快先補一下喔 你看有沒有 前面有這個 防禦的這個就感覺不錯 快把他射爛 小飛機真的是 很 噁心 小飛機真的很噁心 喔斜射了斜射了 喔喔 WTF 哈 屁啦運輸機是怎樣 哎呀 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不是 你要去哪裡 哇靠 白痴喔 哇靠 他是從 後面來 殺小啦 不是欸 這個酷戰 哇靠 完了 完了 再見世界 夭壽 不是吧 不是吧 認真 哇這個 四關 四關 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太狂了好不好 好險這殭屍從後面往前走 他沒有要幹嘛 咬完之後還會跳降落傘下去 好可愛喔 這好險你知道嗎 他如果是直接咬過去我們就完蛋了各位 你們知道嗎 我們就完蛋了 是真心完蛋了 那個大型運輸機也太帥了吧 帥就要一個爆炸欸 我的天 好猛喔 這個真的是大大大給過好不好 這關天空之城真的很high 真的high到一個炸裂 那個運輸機那個設計真的是超級猛哥欸 好猛好猛喔 又有一個禁止物要出現囉 這好像那個喔 Apple 要不要 Apple的那種 這什麼 這什麼 消耗日光可以發射主炮攻擊殭屍 喔 哈哈哈哈 這什麼 喔 一個是能量炮然後一個是一般炮是不是 哇這好像也是蠻難的欸 OK 來發射主炮 主要來說就是我們要必須用這些炮彈來打 然後要用我們就是3000的陽光做一些攻擊 一個是直線炮一個是一般炮 哇這 這怎麼打啊白癡喔 誰知道啊 這好像有點爛欸 這好像有點爛欸 欸 喔欸其實其實 說真的用一個就好啦因為 因為他們還是還是會那個 他們死掉會給你陽光啊 我們還是用這個高色線東西吧 這比較好 哇這殭屍怎樣 怎麼做的啊 喔快快快 進入超猛環節 主炮不會焦化陽光 其實我們可以 瘋狂連點欸說真的 但這個比較麻煩就是你要判斷那個位置 因為他不是一般的 什麼鬼遊戲啊 他到底在幹嘛啊 哈哈哈 我按要充值了啊白癡 喔還有大招飛機是不是 那我鐵鏡要看一下大招飛機會幹嘛的 喔大招飛機好像就進入那個無我狀態 就是那個開炮不會怎麼樣 87喔 我不知道到底哪一個炮好欸說真的 我只知道有夠難瞄準了 因為他們會動你知道嗎 他們是活體 他們會叮噹 我還差 多少分啊 讓我合格 我求你了 我來這邊是 準備打殭屍 你很炮擊的啊 但這個感覺就是一直點一直點 好不好 又是一堆可愛的小遊戲 欸他好像沒有倒計時的那個東西欸 他就是要讓你打到分數到好不好 這就還蠻不錯的 哪像他之前那個拼圖的那個就有夠難的你知道嗎 這個就還好 YES沒有問題 欸讚讚讚 我覺得再一次這個天空之城 我真的是覺得真的是很帥好不好 真的是很帥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一些看法 我覺得那個 其實那個運輸機啊跟小飛機這種話 真的都 都很猛好不好 真的都猛到一匹好不好 真的是蠻讚的 好啦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大家對於我們的天空之城有什麼看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一起討論 分享一下囉 那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在那些人留言 哇